大家早晨 今天早上港股事前分析 我們想講講昨天表現相對地較好的紅籌指數 其實紅籌指數在這個陰陽足日線圖上面 只不過繼續橫行發展 窄幅裏面橫行就沒有什麼大突破 至於昨晚美股表現真是個別發展 舊經濟股就掃上去 不是掃上去 繼續掃上去 另外科技股有股壓力 三大指數兩升一跌 但要留意的就是美指波幅指數明顯下跌 即是說美股升到這些位置的上升動力 是繼續減弱著的 小心它跌下來的時候 港股會怎樣呢 我估計港股應該會進行一個超短期的調整 因為都是一路的看法 但我們還未能確定幾時開始 事實上最近港股的表現 好像想跌又不肯跌 這樣看不通的 陰陽足日線圖 這個紅籌指數 或者全名的恆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 簡稱紅籌指數 有一條的上升軌 這一條 這一點和這一點 拉上來 曾經略為穿過 收市位沒有穿過 現在還是 我可以說是險搜這條上升軌 上面 因為 你一定要升過這個高位 才解除威脅 現在還是窄幅橫行偏穩 為什麼呢 當然最美當然是高的 這個高位收市 暫時沒有 不覺得有什麼動力 就 不行了 不過這樣 最近幾個交易 轉穩了 轉升了一些 成交路增加了 又是好事 事實上是挺難看的 事實上真的 OBV突破了沒有 好像還沒得 如果OBV向上突破 那就有機會 有較大機會 反覆升破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的阻力 就是4.219 好萌啊 看不到 一會和大家再看一看 輔助分析指標DMI 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因為很低 ADX只有12 12.7 是不夠20 所以就不要看了 12.756 那就再看 我們看這個 剛才的日線圖 日線圖上 我們再看 我剛才有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是4.19 是不是4.17 4.19 橫行 現在保力加通道 中逐到下面 SAR 就在指數的上面 這兩個字邊 你一口 輪到這個 RSI 暫時是好 但是五千平均線 還要回到50 上面 STC%K高%D MACD 就是 嘩 這裡有少少麻煩 在零線上黏著 不上不下 很難看 暫時的 所以指標 指標是 一口 兩口 兩口 三口 還是偏淡 它不是沒有條件 做好一點 先看這個位置 先看 4059.53 先站到這裏 上面才算 那就會好一點 否則 如果跌穿了 這些位置 正式跌穿了 3878.37 的話 那就麻煩了 甚至乎 如果再跌穿 這個就更麻煩 3854.95 這兩個位置 要看著 那 真的跌穿了 不過是麻煩 那怎樣麻煩呢 我們先關掉這些 如果真的跌穿了的話 升浪很明顯 由這裏開始 是吧 那就麻煩 麻煩在於 你要計一計 量度跌幅 量度跌幅 升浪起點 是2830.97 2830.97 升到假若 這個位置 看到頂是421 9.21 那 其實它一直在0.236倍量度 跌幅目標附近 浮沉 整股的 搜不到 那當然是看這個 看太低 我暫時也不會這樣看 這個多少 0.382倍量度 跌幅目標就是 3689